到唐河火车站了,刚刚下火车,雨就下大了啊,天宫不作美啊,这个是战舰广场 我先找个地方避个雨,然后再去找冰棍,顺便再吃个饭,现在已经三点多了,很多餐饮店都关门了呀,看一眼 热干面,牛杂面,全部都关门了,看一眼 唐河县是南阳市下台的一个县,常住人口105万人 唐河在古代是长安洛阳通往汉江平原的必经之路 这里物凤民风,是一个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经之地 哎呀,不错,这边有一个避雨的地方 在唐河还有一张响亮的名片,那就是唐河保安 据说在北京当保安的三个人当中,就一个是唐河级的 这边到文丰南路了,路边有很多餐饮店 牛杂,热干面 这边好多热干面,牛杂面啊,应该是本地的套色 这可惜呀,都关门了 二十 一路里的三床 哦,这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那你现在说一个人住就行吗? 对对对 那路上也是这儿? 跟这一样啊 那是几张床? 也是三个床 三个床 一楼稍微闷点,二楼会亮一点 跟这一样,大小一样是不是? 大小一样 哦,这顶着漏了 哦 哦,这种窗户 你相信这网络有没有? 有啊 你网络远不远? 不看 就是 哦,在这儿呢 你卫生间在这儿? 这个上车就挺这里 这里是 这儿是啊,卫生间 这水龙头都有水哈 有 老板 那行,我就住这儿了 我给你交钱 嗯 哎,又怎么找啊? 有什么事? 好,去福宝啊 20块钱 三张床 房间还不算小 有一个外窗 采光通风都没问题 这边还有一个内窗 外面是有这种防刀网的 没问题 这个门可以繁锁 试过了,没问题 网络也试过了,可以连上 卫生间就在出门左拐 水电网齐全 这边还有一个 北京牌的 大采垫 这边还有一帽钩 风扇用不上了 空调 也别想了 20块钱 这是充电的地方 这是工作台 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了 旅行单人一次性床单 小小一次性床单 解决大问题 以后再不怕 床上脏的问题了 住宿啊 无非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安全 第二就是卫生 漂亮 完美 感谢观看